挪亚方舟 起初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 在上帝所有的创造中 唯有人类得到上帝最美好的祝福 上帝将人类安置在东方伊甸园 让他们在那里与上帝同享一切的美好 但是人类却犯罪 辜负了上帝的爱与恩典 从此上帝与人之间就隔绝了 当人类被赶出伊甸园后 继续在地上生息繁衍 在上帝的眼中 人类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恶 只有挪亚敬畏上帝 是个义人 于是上帝展开了他永恒的救赎计划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肥墓造一只方舟 分一间一间的造 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 高一肘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呐 不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 与儿子 儿父 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 你要带进方舟 好在你那里 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 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 好做你和它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做 凡神所吩咐的 她都照样做了 过了那七天 洪水泡滥在地上 当挪亚六百岁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挪亚一家人和所有进入方舟的动物 都安然无恙 洪水泡滥在地上四十天 水往上涨 把方舟从地上飘起 水势浩大 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 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 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反地上各类的活物 连人带牲畜 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了 只留下挪亚 和那些与她同在方舟里的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 一切走兽牲畜 神叫风吹地 水势渐落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必塞了 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 过了一百五十天 水就渐消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过了四十天 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她又等了七天 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 鸽子回到她那里 嘴里叼着一个 心领下来的橄榄叶子 挪亚就知道 地上的水退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 儿子 儿妇 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 凡有血肉的活物 就是飞鸟 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 都要带出来 叫她在地上多多滋生 大大兴旺 挪亚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 陷在坛上 为帆祭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诅地 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 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色 寒暑 冬夏 重夜 就永不停息了 神说 我与你们 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 所立的永约 是有记号的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 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从挪亚的世代 直到今天 上帝的救赎之爱 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永远的方舟